众人皆知 历史上光绪皇帝总共一丑一美两位嫔妃 他们被称呼为锦妃真妃 其中真妃貌美如花 也是光绪一生最爱 而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位丑妃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 情感不顺 诸事繁星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26682135 但是好在警妃也不在意 仍然大大咧咧 每天以单亲书法自娱自乐 再者便按寻求民间美食小吃 热衷于自己的生活 民国13年中秋节 51岁的警妃逝世 而短短的13年 警妃幕就被盗墓贼给挖开 说来奇怪 根据盗墓贼的回忆 警妃的师生经过13年 竟然还保存完好 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 皮肤甚至还有光泽 这也成了历史的一桩悬案 酱肘子 至此也被戴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